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好豆腐链插入门简介及生态系统 今天讲解好豆腐生态圈及各个组成部分 我们先回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讲解了从处于文件系统,方布式文件系统 从处主要是磁盘,固态硬盘,硬盘的 这是方布式文件系统的架构 还有介绍了方布式文件系统的长运件的几个 然后又讲解了方布式文件系统的特点 比如说高肯定性,弹性存储等等 那今天我们讲解好豆腐生态圈 首先好豆腐是什么呢? 它是适合大数据的分布式存储与计算平台 那这里面有非常关键的两个词就是分布式存储 这地方没写权,应该是分布式计算 那包含这两个,第一个分布式存储实际上就是HDFS 它的全称就是HadoopDistrayBuildFailSystem分布式文件系统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分布式计算 运行计算框架Mepreduce 那我们看一下分布,Hadoop的生态圈有哪些呢? 首先Hadoop呢,包含HDFS,还有Mepreduce 还有它的核心一些内容 还有一个Como,它的一些公共部分 那Hadoop呢,包含一个劣势数据库HBase 还有一个数据工具,PIG 还有一个数据仓库HELL 还有一个数据采集KUA 还有一个分布式协调,The Keeper 还有数据序列化,APL 那我们看一下Hadoop生态圈的一些Logo 那之前讲解了Hadoop的前身是Nach 其实Nach的一些搜索实际上是Lucon 那Hadoop自身呢,又包含刚才说过的HTFS 还有Mepreduce,这是它的核心 那么它还有公共部分的Como 在Hadoop之外呢,它的一些生态圈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HBase,一数据库 看一下Hadoop呢,它的Logo是一个小项 那之外呢,还有PIG,它的Logo是个小猪 它是一个数据流处理 它呢,也是将这个,呃,最后的最终结果呢 也是Mepreduce 那还有一个数据仓库HELL 它呢,是一种Circle的表达 其实我们叫HACKING HELLQL 它最终是将Circle转化为Mepreduce执行的 还有一个Consentral 就是一个KV,KV的一种LowCircle 还有一个Core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Floom 数据采集 还有一个Scribe 也是数据采集 Scribe在这里 还有一个ZoCaper 是数据协调 还有一个Scoop 这地方是一个从关系型数据库 到这个HTFS上的一个数据转换工具 Scoop 还有序列化工具 AVRO 那Hadoop之外呢,还有一个数据挖掘工具包 或者叫机器学习的Mahaut 还有一个自然焦度 一个工具 物质 好 那它这个生态圈的大概流程图就是这样子 数据先导入Hadoop 这地方用到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Floom 采集数据到Hadoop 的HTFS上 那 经过MapReduce 进行一个计算 这个计算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借助Hale 因为它的 开发效率很高 或者使用Hbase 进行一个层储 它的实时性查询较高 或者是Core 做一些数据的 一些收集 然后对一些数据进行发掘 我们可以Mahaut 那整个过程 我们都是用ZoCable作为协调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Hbase Hbase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电视数据库 它的来源也说过 它是谷歌的BigTable的开源实现 它是可集群化的 可以使用Shell Web API 多种反文形式 适合于高读写的场景 这边呢 是它的一个架构图 那我会在后续的课程中 详细详解 Hbase呢 它也是典型 NoCircle的一个代表 接下来看一下 数据仓库Hel Hel Hel可以将Hadoop下的原始数据 转化为Hel中的表 大家可以认为 Hel就是一个Circle 它使用的是HelQL语言 这种语言 跟Sircle 几乎完全相同 除了不支持 更新 缩影 事物 几乎Sircle的其他特性 它都支持 Hel呢 其实就是用Sircle书写 将Sircle转化为MapReduce一种映射器 那这地方可以认为 书写了Sircle以后 最后它转化为MapReduce 我们简称了MR 它提供了Shell JTBC Swift Web等接口 那这是一个Hel的结构图 我会在后面章节中 展开讲解 好 我们看一下ZooKeeper 它是一个谷歌的Cube开源实现 它是一个协调分布式系统上的各种服务 它主要是做协调 例如 它可以做 确认消息是否 准确到达 防止单点失效 附责 复载循环等 应用场景呢 就是HBase 它可以实现 主节点和备份节点的期化 比如说 主节点挂了以后 它会在 自节点中选举一个 节点 作为一个主节点 那这地方呢 就是一个 类似于领导者 跟从者 以及选举过程 当一个领导者 就主节点挂掉以后 它会在一个 Data node 就是 副节点上 选举去一个主节点 作为一个领导者 新的领导者 好 这是 OKPort解决单点故障的一个重要特性 后续也会认真讲解 我们看一下Scoop 它主要是将关系数据库 比如MyCircle 数据 导到 HBase 甚至 Hive Hadoop 这里说的这些呢 都是HDFS 那它可以反向的将HDFS的数据导到关系数据库 比如说MyCircle 它是 关系数据库 与Hadoop之间的数据交换工具 它也支持JTBC的连接 Core 架构在Hadoop之上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框架 它主要实质至分析于采集 它是将 安装在收集节点的代理 采集更远 最原始的日值数据 代理将数据发给收集器 那这个Core 从文字描述来说 跟Floom Scribe很像 它们的实现原理 几乎是一样的 收集器 而且定时将数据写出Hadoop集权 那 是定时启动到Webative作业 对数据进行加工 处理以及分析 接下来看一下Pig Pig 是一个面向数据流的 一种处理工具 它的语言是PigLighting 它可以完成 排序 过滤 求和 剧组 关联等 那这些特性 跟Core很类似 它可以支持自定义的函数 Pig Pig 自动把PigLighting 映射为MapAdduce做作业 它跟Hive很像 Hive是将Circle转过MapAdduce 那Pig是将PigLighting 转MapAdduce 也是执行的过程 它是将语言解析 成MapAdduce进行执行的 那Pig的书写 书写跟执行 感觉就是非常清晰 每个步骤都特别清晰 好 看一下AVL 它是一个序列化工具 它呢也是Hadoop的创始人DoubleCarting主持开发的 用于支持大批量数据交换的应用 支持二进制序列化方式 可以快速的处理大数据 动态语言支持友好 AVI提供的动态语言可以方便的处理AVL数据 它也支持Swift的接口 这是它的Logo 那在真的开发中 AVI运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数据的传输来说 它是支持大批数据处理的 好 看一下Cosandra 它是一个No Circle 分布式的KV型数据库 它是Facebook贡献的 与HBase类似 也是借鉴于Google的 Google的BigTable思想 它只有顺序写 没有随机写的设计 满足高负荷情形的性能需求 这是它Logo 那从整体架构上 我们来看一下 Hadoop最几层是HDFS 它是一个分布什么系统 它的分布式计算是MVDUES 在它之上呢 它构建了HBase 它是一个劣势数据库 那在Hadoop上呢 有一些数据挖掘 或者是机器学习一些工具 MyHot 还有阿语言数据统计 还有数据仓库 Hell 还有流处理Pick 这些呢 可以完成数据分析统计和挖掘 那在它的旁边 就是一些边缘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分布式协调服务 ZoKeeper 还有日式收集Floom 还有Scribe 还有Scoop 关键型数据库和HDFS上 一个数据交换 好 这就是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样子 Pathop的特点呢 它有高扩展性 经济 可靠 高效 那它的扩展性 表现在计算和存储 那它的经济 体现在任何PC上部署 这里说的是Linux 好 它的可靠性呢 主要体现在它的复工策略 在分布式的系统中 备奉恢复机制 来满足MyPeteus的任务 所以它是非常可靠的 让它的高效 那就是MyPeteus的分布式计算 它可以处理海量的数据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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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